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乌拉尔斯市 ROZ小镇卡多夫卡 Kedrova 上周六发生恐怖杀人案 一名年约40岁 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 当劫持到狠狠团死两名女子 残忍过程恰备 一名开车经过的驾驶目击 新车记录器也将其捕捉下来 男子见到车辆使来 甚迟到上前做事攻击 综合外媒报道 这名男子先持刀冲进一间商店 对着女店员就是一阵狂看 接着又冲出店外 对目击到凶杀案的妇女下毒手 两人双双惨遭砍死 从行车记录器画面可见 胸贤在路旁对妇女残忍动刀后 见着有车辆行驶靠近 便发狂的拿刀冲向车子 圣衣及击碎挡风剥离 汽车驾驶斯内阁阳 Alexandrov-Nikirouf表示 胸贤像发疯似的拿刀刺上 受害女性 她的身体几乎被吃解 头皮还被掀开 她就如野兽一般咆哮 胸贤其后继续在街上挥舞力刀 被露过两名现役勇为的男子制服 并遭警方拘捕 但当她被上铐后 突然癫痫发作 在救护车抵达前已经丧命 凶手母亲指她当天早上行为已变得一场且具侵略性 也拜托女儿带她到医院检查 可惜未能阻止惨案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